现在为大家讲解是5合1 首先安装我们一个 用速的一个 手柄的一个连接口在这里 对准相对应的一个奥厂 然后我们直接按它进去吧 响一声就可以了 再安装我们4D的一个 手柄的一个工作 对准相应的一个孔位 直接按插 按插紧之后再旋转拧紧这个螺丝 接着安装我们这个是 私密检测管的一个连接口 上面左边的话是 按着我们精掉手柄的连接口 对准相应的一个孔位 这里有两个凹槽 然后对准凹槽 直线按插紧之后 然后我们再旋转拧紧 接着安装我们私密手柄的一个连接线接口 这里有一个凹槽 这里有一个凹槽 然后对准上面这里 对准上面 就是鼠标这里 对准这里 我先按一下响一响就可以了 打不出来 接着连接我们电源线 打开这里的这个开关电源 然后仪器这边的话 让屏幕也会启动 启动然后这个走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开机界面点击进去 就是我们五合一的一个选择界面 每个相对的一个探头的一个图案 都可以选择 这边是选择4D 这个是选择私密的一个检测管 一个工作界面进入就是 这个是私密的一个工作界面 点击进去 这边是我们优利素操作 身体的一个工作界面 然后这个是金雕的 每个都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图案 点击 首先先介绍我们 优利素的一个工作界面 点击进去 然后我们手柄这里 会表示探头安装成功 然后看我们屏幕这里 屏幕这里的话是我们一个工作模式 表示我们能量的一个输出样式图 这里的话是蓝色区域的是蓝格的一个操作 正常情况我们一般是应用到这个 嗯 除了是这个的话 中间就是我们肚脐的一个装目 因为中间白色地方是没有能量的 相当于这里的话 空白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肚脐眼 要避开这个位置 这边显示 这边显示的话就是我们 呃 能量的一个点数 蓝格的话是有 五百七十六个点 这边是能量 能量点击这里的话可以调节 调节我们能量的大小 我们可以从最低三开始再慢慢调节 如果客户的话没有感觉情况下 这我们再慢慢调节往上调节 直到客户能乘数的范围 这个显示的话我们现在安装到实话 1.3的一个深度 我们安装哪个探头会显示 这边是我们探头剩余的法术 这个是探头的一个总法术 它是打点的一个快模式 打点慢模式 我们这里启动的话跟手柄这个键是同步的 按这个键也可以 按这个键也是可以跟这个同步的 然后这个是停止键 我们手柄上的话这边是 这个按键的话就是能量的一个发射键跟暂停键 停止键在这里 然后我们现在是操作 像我们操作的话就是安装 首先做肚子的话我们还是用1.3的探头 可以做腹部可以做腿部大腿 还有做臀部 先安装我们的探头 对准它一个奥槽先对准中间 电击这个位置 Cover 然后再 一定是按紧贴合这里 不要有缝隙 然后等待电击部位的话 我们是这里按这里也可以按这里 按这里 再启动 我们操作的时候的话 先涂完淋胶再复住 先把淋胶 先涂均匀 对准了 首先我们先 sanit 我们一看 我们可以画入肚子 这个肚子 这个方面 我们还需要选这里 还有这个的话 妈妈的膜盾 这个磨测的地方一定要完全贴着皮肤 贴平的皮肤 不要有空的 然后我们再按这里启动 启动的话我们再可以这个操作键 我们操作过程中的话不可以移动探头的 不可以移动手柄 我们操作的时候的话 这个就是蓝色灯的话 表示我们工作的状态 然后屏幕的话我们这里也会有显示 数值的话一直是倒计式的 操作完了它的灯也会纬绿灯 暂停的话也没有我们做其他部位 它不需要按这个模式 因为选择这个的话 我们必须要按暂停 才可以选择这个工作模式 然后正常情况的话 我们都是用这个蚂蚝的 如果它腹部它这里的话 有骨头的话一定要避开 如果就是说它有腹部抛腹 有刀疤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个部位 然后我们接着是操作这里 我们有一些脂肪堆积不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手按一下 然后再操作 然后操作的时候的话 它这个操作 假设操作完了 然后我们 然后以此类推 探头的话要压三分之一回来 因为它探头的 它不是整个探头 对不对 两个只是在这个范围 然后我们压以此类推 这样子 以此类推走完 然后再走第二个血 腰部的话可以把它脂肪堆积起来 再操作 然后操作的话 一直内堆 如果它操作过程中 有个别客户的话 散热功能比较差的时候 我们先按暂停 按暂停之后的话 离开皮肤 要保证明明显要通过均匀 这情况下 然后停留十几秒 然后我们再同样的能量再操作 它就没有之前那个热感了 操作过程中 我们要完全贴平的皮肤 操作完了 然后我们再以下个部位 以此类推下去 要保证凝胶充分均匀 好操作 按操作 就按操作 操作完毕 再一次类推 骨头位置这边都逼开 我们再操作 一次类推 一次类推 先更换0.8的操作 0.8也是可以做腹部的 要看腹部的一个脂肪厚度 如果是超过2.3公米 以上的话可以来看腹部操作 因为不同的深度嘛 我们现在点击这个肚鸡 按启动 能量的话 我们就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能力来啦 然后 现在操作肚子 按操作 假设操作完了的话 我们就要选择芒格的一个按 在停止之后 再选择工作模式 芒格 因为这里的话全部都是可以操作 除了是它这边旁边骨头比较明显 那么就要选择边侧的一个区域了 我们先操作 要把脂肪堆积起来再操作 有一些脂肪 然后我们只要操作完了的话 也是一起来推 一起来推 要操作完了 操作完了再一直来推 一直来推这样子 这里也是可以翻过来 然后再一起来推 操作到这里 腰部的话它如果机房 对系不起来 然后就这样一样 然后再堆积到这边 就一直来推 步步的话我们就要这样操作 间隔的话我们记得是探头的 然后操作完了压三分之一 因为它不是整个探头都有能量 好 一直来推 一直来推 就这样操作 我们接下来操作我们一个蝴蝶袖的位置 我们操作蝴蝶袖的话就用0.8的探头 然后能量从三开始 然后用满活的一个模式 按其中的话我们可以这里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操作前要涂抹凝胶 凝胶要涂抹均匀 然后这里的话就可以打两发 操作蝴蝶袖的位置 如果它这里堆积不起来的话 那我们就这样子 一定是要保证这个贴紧这里 我们再按操作 它这个操作完的话我们再移下个部位 然后再移下个 以此类腿打两发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一些脂肪堆积不起来 我们就要把脂肪捏起来 一定要保证这个探头要贴紧一点 而操作的话 我们的绣索臂就是这样操作 我们操作进到手柄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选择再会点击进去 我们进到的一个工作界面 我们探头安装的话 要对准相对应的一个孔位 直接按操 手柄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操作键 然后屏幕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是4.5探头 安装哪个探头 识别到哪个探头 然后这个探头的话 有621种发数 这个会计算 就是我们操作能计算的一个发数 这个是摄影的发数 这个是暂停键 这个是启动键 然后这EJ的话是调节能量的 能量我们可以从D开始 直到扣能承受的范围 这个是调节频率的 频率的快慢的话就要根据我们走的一个手法 如果我们手法移动的快的话 我们打点就要快 这个是有声音的 如果调E的话 它打点就是1秒一个点 如果我们不操作 一定要是切记要不要按这个手边 按的时候它就是有能量输出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先操作 选择我们的4D工作手柄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工作界面 首先我们这个安装探头的话 再给这里 直接按插 按插的时候 我们要这里旋转锁键探头 然后看到我们工作界面的一个介绍 这里的话是我们能量的一个整宽度 是可以调节的 好这个的话是人量的一个长度 或是正常不需要调节 好这个的话是每个点一点的间距 宿主越小它就越窄 好这个的话是我们 哪条线线的线的一个距离 宿主越大它就越宽 好下面这个是调节能量的 好我这边显示的话 现在这里的话是识别到探头 我们安装的是3.0的探头 好这个是我们现余的法数 这个是总法数 现在调节的参数的话 我们这里调节的话 参数就会显示有7排 然后的话点数的话就有105个点 好这里的话是我们会计算 单前就是操作的一个点数 这个是清零件 你给我管它 好这下面的话就是 N1N203就有5个一个保存的一个储存数据 这个的话我们出场都有默认好的 如果有些不懂的调节的话 我们就按进去然后调节 把能量调小 能量的话我们从0.3开始 如果是4.5碳的话我们可以从0.4这样慢慢往上加 这边是我们打点的一个快模式 这个是打点慢模式 这个就是启动 启动的话我们就可以准备操作 操作的时候的话就是按我们手柄这个能量发射键 跟暂停键也是这个键 操作的时候的话这里也会有红点就是表示一打的 它走到哪里 然后如果是按暂停的话就暂停在中间 这个键也是可以按操作的 跟这个键是同一步的 那么接下来是操作 我们做面部的话就是4D的话 4.5的一个范围在双下巴 整个下股下方这里跟脸颊这一块 然后我们的话操作的话 要避开的一个禁区的话是发际线 还有太阳穴 苹果肌上方的一个这里 还有就是它喉结这个位置 上唇下巴鼻子 以下硬盘这里的话 以下这个位置都是要避开的 一般做嘴角这里的话我们就是一尺外 在操作 然后后面的一个淋巴 后面的一个大动脉的话要避开 我们做之前的话先涂抹凝胶 必须要涂凝胶 凝胶之后的话 尽量涂厚一点都可以 如果凝胶没有了它再补 我们先做4.5摊头 这个是我们一个操作键 按启动的话屏幕这个是操作键 这个也可以按操作键 我们先做下巴的位置 能量的话是在它的一个宽具 然后这个在这一个范围 中间这一个范围 下巴可以稍微抬一下 然后我们按操作 有一些客户就说操作中有些不舒服 我们就可以按下暂停 这个可以按暂停的 记得它这个下额骨 这个骨头的时候避开 我们操作的时候也是以此类推 这样做下去 就如果它做完的话 我们再以下一个位置 我们就是以此类推这样做 然后做到面部的话 我们可以从它稍微抬一下对 从它这里 咬肌这里 如果咬肌大的话 可以稍微把这里的松弛皮肤提上去 一定盼头要保证切平着皮肤 不要有隔空的 然后提上去 再操作 要稍微用点力 然后我们这只手可以提拉的方式操作 它体现能量在这个范围的 我们做的话再稍微移 那打完的话 我们再移一点 移一点的话 因为宽度就大概这个移这么宽 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操作第二 有感觉吗 没感觉的话 它能量就是说 可以增加士高的能量 调到它能接受的范围 我们操作的话 就是以此类推 这样操作完了的话 它走完了再下一个 这样移 然后再走第二条线 操作完了再移 操作完了再移 就以此类推 往上走 往上提拉 这样子 在我们移下一步 这样子 3.0就是这样子 我们3.0在操作完的话 再接着是用我们1.5 1.5的话 它做的最多就是我们额头 脸颊的部分的话 跟下巴这个部位的话 也是依着3.0跟4.5的一个位置 做 然后再做脸颊 以此类推 1.5的话是可以做额头的 3.0跟4.5摊头是不可以做额头的 它每个深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做之前要涂抹凌胶 涂均匀之后 我们就是也是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这样操作 自己做完了之后的话 有一些死角部位 没有操作到位的话 我们可以配合金雕去操作 金雕操作的话 我们怎么样一个操作手法 打圈 以打圈的这样的方式 但是我们探头不能停留在一个部位 两秒以上 可以这样提拉的方式 也可以以打圈的方式 我们大概走这个位置 也可以提拉到这里 操作它法令的位置 然后也可以往上提 这个是我们一个操作键 一直按着它就有一直能量 我们不操作的时候也放开 记得不要在一个部位停留两秒以上 也可以打圈的方式 然后我们4.5做完了 在死角部位再做3.0的一个探头 我们一直按着操作的话 也要按着这个按键 可以稍微用点力 往那个皮肤往上提拉的一个感觉 3.0跟4.5都做完的时候 我们再更换1.5去做 1.5的话我们能量可以稍微调低一点再去操作 如果客户没感觉再往上加 如果它频率调的越高的话 我们移一下就会快一点 我现在调到8的一个频率 那我们面部的话操作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选择做私密这边的话 工作手机我们点击这个界面 点击进去 就是私密的一个工作界面 首先按照我们的探头 按照探头的话对准凹场 这里的话线是对线的 这个线对线 然后这个屏幕显示的话 我们这里3.5的话是 我们探头转动一圈的一个角度 3.5这个不需要调节 这个的话是 我们就是转动一发的一个角度 5度的一个角度 当次转动当次的一个角度就0.5 这个的话25的话就是能量的一个整长度 有25 这也不需要调节 这个的话是每个点一点的间距 这里不需要调节 我们这里的话 其实点击这里调节我们的一个能量 能量可以调节价格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就是 它就是有一个角度的一个图案 先按对底的话 我们手柄的话就是自动自剪 上来就靠一张 成功的话它这里会灯会亮 表示灯亮之后的话我们再按这个启动键 那我们的话工作这里的话就有 写着71发 因为我们调节有350度的话 它有71发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没有点亮的情况下 它是手动模式 就是走动模式的话它就是按一方 打完的话要手按里去操作 如果是说我们点亮的话它就是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它就自动打完一圈 然后我们探头这里会显示 现在安装的是4.5探头 好这个上面的话是探头的总发数 这个是摄影的发数 我们接下来是操作 先用4.5探头操作 然后再操作3.0 我们接下来是操作 1.5探头 我需要用5探头的装量 1.5探头 3.4探头 7.5探头 7.6探头 7.5探头 7.6探头 7.6探头 8.6探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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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